國民黨今天指控民進黨新北市立委參選人何博文 但將大學研究所論文涉嫌抄襲 比例高達百分之五十八 但是何博文提出了三點回擊 強調論文符合標準 願意接受學論會的審查 也批評國民黨是為了自家參選人 洪孟凱的選情 進行惡劣的政治操作 要求洪孟凱也公開論文 而民進黨主席賴清德下午就和何博文同臺 全力支持 民進黨新北市議員何博文 轉戰新北市第一選區參選立委 打出北海金剛口號 不過國民黨召開記者會 指控何博文兩千零三年 在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的碩士論文 涉嫌抄襲另外兩本學術論文 經過比對相似指數 更是達到百分之五十八 質疑民進黨抄襲連環報 學倫條款形同虛設 我再請問一下民進黨中央 你們學倫審查小組 有沒有審查過何博文先生的論文 如果有的話 請問一下你們切解書簽什麼意思的 對此何博文發出三點聲明 表示比對論文相似度低於百分之十五 並未愉悅 但將大學獲得碩士學位的標準 也願意接受學倫會審查 批評國民黨進行惡劣的政治操作 就是為挽救自家參選洪孟凱的選情 要求洪孟凱也公開論文的電子檔 民進黨主席賴清德下午跟何博文同臺 也大力支持不受抄襲事件影響 另外國民黨也指出信任的國家教育研究院院長鄭淵泉有學術醜聞 涉嫌抄襲自己學生的論文還拿去投稿記刊 先前就有人爆料 但是教育部還將有爭議的鄭淵泉升官 鄭淵泉當年由清華大學戒掉擔任教育部的綜合規劃司司長 一號上午正式接任國家教育研究院院長 八月爆出抄襲的時候 他曾向媒體回應均非事實自己覺悟抄襲 不過清德已經啟動學論調查 以規定學校要在四個月內做成具體結論 交由教評會審議決定 記者韓英朋友組整理報導